妥挂房车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它放到营地 开着闲车就可以出去买菜了 刚买的新鲜打鼓伴今天晚上炖酸菜 在西松满纳我们已经待了半个月了 林宝都结交了新朋友 两个人两辆车一条狗 自驾旅行游全国 我们在的地方就是家 今天的晚饭东北的味道 酸菜炖大鼓 凉水下锅放上料酒去除雪沫 东北的小伙伴一定知道 炖酸菜必须得过一遍油 11月份的季节东北早就下雪了 很多小伙伴都关心我们房车旅行 冬天冷夏天热的问题 作为旅行博主 反季节而行是我们的常态 冬天的时候适合旅居的城市 海南西松满纳 等到了夏天 避暑的最佳选择就是西藏了 随着季节而改变的行程 我们整年的房车旅行 气候都处在温暖的季节里 两年多没见过雪了 冬个酸菜证明一下我还是东北人 老拱做菜 媳妇煮饭 这就叫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从天亮到天黑 竹竹炖了两个多小时 这香喷喷的酸菜炖大骨 你们就说正不正中就完了 每次盛饭都是满满一大碗 就怕我吃不饱啊 到了晚上 板大的天气就凉爽了很多 智商木布放上头影 在离家千里之外 品尝着家乡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的房车旅行生活 如果你们也喜欢旅行 就快来加入我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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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